那你如果有時候你想要突破 或是說這個重量你沒做過 請你跟客人或是教練講一下 欸不好意思可以幫我護一下槓嗎 我相信大多數都會幫忙 那史密斯他又是有護槓架 史密斯他有安全保險 照理說不太可能 而且史密斯你要壓到頭 那就是他起槓的位置是錯誤的 就算今天做上胸也一樣不是在脖子 做上胸他的弱點是在你的上胸的位置 是敵在這裡 那就算你脫槓了 他也會壓在你的胸口 起槓的位置通常都在胸的下眼 你一定對到這裡 你的槓子在這裡 怎麼會在這裡 那你連起槓都不對啊 你要做器材 喔你一定要做自身可以做得起來的 評估一下 評估一下自己本身 自己的能力 那其實這種意外 通常都是沒有注意 因注意而為注意啦 那健身器材呢 他要讓人出人命 真的是很難的一件事情 說實在話是這樣 欸健身業 喔 開健身業開這麼多年 你要讓人家真的是 壓死人這種東西 真的很難 你也不可能說要求健身房的教練 24小時都盯著 你嘛 你也不喜歡嘛 對不對 去健身房大家都是 自己 自己在訓練 大家都是自己自我在訓練 那如果有時候你想要突破 或說這個重量你沒做過 如果現場有教練 或是有客人 請你跟客人或是教練講一下 我現在要做比較重 那你幫我庫一下槓 這個算是基本常識啦 在健身房 來說是基本常識啦 那我覺得在健身房裡面 大家互相幫忙 也是一件很常見的事情 我們在健身房練嘛 如果有別人不認識的說 欸不好意思可以幫我庫一下槓嗎 我相信大多數都會幫忙 那 史密斯他又是有護槓架 史密斯他有安全保險 照理說不太可能 而且史密斯你要壓到頭 那就是他起槓的位置是錯誤的 我們台灣已經發生好像兩次來三次 做臥推做到壓到脖子 我是不知道為什麼你會去壓到脖子 起槓的位置 如果是史密斯他的落點又是固定的之外 你在臥推你的槓位落下的位置 就不是在你的脖子 就算今天做上胸也一樣不是在脖子 做上胸他的落點是在你的上胸的位置 是敵在這裡 那就算你脫槓了 他也會壓在你的胸口 起槓的位置通常都在胸的下沿 你一定對到這裡 你的槓子在這裡 怎麼會在這裡 那你連起槓都不對啊 像史密斯是公認的 小白在使用的 就是新手專用的 不會想要握推深蹲 想要硬舉 但是呢動作很差 又怕壓到 史密斯就是最安全的 所以我覺得 嘖 每次發生這樣的事情呢 我就覺得很問號 我就覺得真的是很問號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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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